大家好,这里是灵动生活 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可以用文字当锁平密码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文字就可以解锁 大家要需要我们下载一块软件 软件的话稍后我教大家如何下载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,大家可以看到 下边有个密码的选项 大家有好多的密码,我们选择文字这个选项 选择完成以后呢 需要点击一下勾 比如说我选择清一人白 就这四个字作为锁平密码 我们再确认 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动锁平了 当然我们需要把软件的悬浮窗口打开 当我们进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直接输入锁平密码进入 这块软件的名字叫做锁平君 大家可以通过应用市场直接搜索下载 好了,今天分享到这 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 拜拜